大气中晚成,这句话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我们的小太阳钟翰良凭借何以生香莫中 何以称一绝火速圈粉 奠定了不可磨灭的男神形象 男神不仅人帅心也善 7月22日,钟翰良与妹妹Jackie在上海出席公益活动 为山西偏远地区的孩子和师生们捐款建设幸福乡村图书馆 当天,钟翰良身穿白色西装搭配黑色西裤 竟显优雅绅士风度 对于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可是钟翰良关心的首要话题呢 就是因为出来工作了,反而比小时候看的书多 可能是有工作关系啊,拍戏啊,可能有一些历史有关的事啊 去喂戏准备的时候又看一些参考书啊 就觉得书记是可以,真的是可以 就是帮你打开很多眼睛啊,然后增长很多致实 是比很多方式都带着有效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一些对小朋友啊 或者是别人有帮助的 我觉得介绍他一本书是最好最值得的方式 所以才想到不如我们做这个武术馆这件事 虽说已经离开校园许久的钟翰良 依旧诗词歌服样样精通 在诗词朗读的环节当中,钟翰良不仅与孩子们亲密互动 让人倍感亲切 还对于慈善向阳计划跨出了第一步 未来还要建设更多的图书馆 钟翰良现场讲述向阳计划的初衷 其实他没有什么具体的实际的很准确的内容 但是就是有一个每个人心向着太阳的一个计划 就是向阳计划 只要大家有心 不管你是不是两家族都可以参加 然后只要你是想要去做一些让世界更美的事情 那你就是向阳计划的一份 感谢观看